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是什么首日票房 说2700多万 什么破纪录的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问谁 我问周围的人看了赤壁这个电影 我说好不好 当然我也看了 但是我怎么发现 问谁谁都露出一副 就好像不知道该夸他 还是该不夸他的那么一种表情 都那么芒顾左右而言 他为什么呢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比无极好 你的评价 大片吧 比无极好 比无极好 这叫什么标准 就是 我是先看 以看大片的心情去看吧 首先 就是 里边这个男的一个比一个好看 就跟眼睛吃冰淇淋一样 然后那么多大场面 我觉得你就去看 你用什么心情去看了 但是我能想见那些 带着自己心目中的三国演绎去看的观众 或者在很懂三国那段历史的观众 看过三国志的 这就马上反应就不一样了 就能挑出无数的 他比如说 不对 不准确 这个怎么成了香港的无厘头了 可是那个地方怎么又 怎么曹操也不 也不一点也不坚雄 就是说 他这片子整个给你感觉 我的感觉可能是他什么都想要一点 结果就变得就是很多 就是一个实际上这么说吧 就像一个中国元素的大汉堡一样 他拍了一个国产的国际大片 你明白 而且又是奥运和谐 什么这个 我觉得可以叫奥运和谐巨无吧 足球项目 这么多古代足球项目都上去了 徐老师呢 他那个电脑版的三国吧 基本上他那个 我有几点直觉的感受 第一个电脑处理 现在很叫我刀胃口 但是可能年轻的人喜欢 就是他那些船 拍的拍的像假的一样 姿势拍的像假的一样 真的像假的一样 就是整个一个非常电脑化 音乐也有人说了 音乐也比较电脑化 那么剧本呢 当然也就是反三国了 就是跟我们原来的三国演绎的这套模式 尤其是借东风啊 什么就是就是那个 我们那个看了很多的经典的 那个三国的故事的这个 非常颠覆的 颠覆的原因呢 是因为在香港呢 一直有个故事新编的传统 我在香港 他这个剧本的编剧呢 除了这个导演吴宇森以外 那个主要的编剧叫陈翰 陈翰是谁呢 陈翰是一个四十来岁写小说的 最近一次香港的双年文学奖呢 我是评委 莫言也是评委 还给他这个小说得了奖 他是写那个信 写男女的事情 写的蛮反叛的 就是文字也也不错 是这么一个作者 所以呢 他基本上也是延续了香港的这个 故事新编的这个路子 什么叫故事新编 就是说 你看刘以昌啊 他也写这个 就是那个西乡记的故事 但是他把它颠覆了 他不是跟茵茵了 他跟红娘了 张生跟红娘好什么 李毙华呢 李毙华写白色传了 白色传的法海呢 是同性恋 小青呢 爱上了这个 这个许仙 对不对 香港呢 一直有这个叫 故事新编的这个传统 他呢 呃 在中国文化的一个边缘 所以他对于民族的改编 他没有那么多的负担 是是是 他能他能翻出 翻翻的就是要让新年人感到新鲜 但是吧 这里边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呃 做了很多折中的一个结果 因为这个你说这个陈汉香港的 他是最后一道编剧 这之前是大陆的编剧先写的 据我知道 但是呢 吴雨森本人呢 不是非常满意 他是很晚才请了这个陈汉 因为我觉得内地的编剧 有他自己的想法 尤其是对历史 怎么做历史演义 要拍一个证据 那曹操应该是什么样的 他都有很多继承的想法 而吴雨森肯定这么大的制作 我觉得很可以理解 你要票房是全世界的票 全球票房 他在好莱坞这么多年 他是很知道的 有些东西 你不能太纯粹按中国的 懂一些中国历史的观众 不能只为中年观众服务 也不能就要少年的 要把情节简化 人家外国人都看得慢死了 你还讲 他有点减和 就是所以你看这个 美联社据说 美联社评价很好 你看他就说 这个吴雨森 他要考虑海外市场 美国人的趣味 大汉堡 对 你看美联社说呢 这个吴雨森在这部精彩的赤壁里 展示了一个真正的史诗 大片 然后呢 这个 把甚至 美联社把赤壁放在了一系列国内大片的对立面 说他恢复了国内大片的信誉 说是通过传统的良好的故事讲述手法 他恢复了这个史诗大片的信誉 他此前被许多无意义的动作连场的大制作所玷污 你看他有点往西方这个感觉靠 甚至什么英文字幕啊 这个刘备叫什么 rebells 我不会英语 叫反叛者 然后他们的对手呢 被称作 imper 就是帝国 反叛者和帝国 这有点星球大战 对对对对 外国人理解起来就是你们这么两派 你看我觉得他 你就想比如拿这个指环王来比 就是他要有一个正反两方嘛 是吧 然后肯定在这里边是 东吴和蜀国算是正的 但是他的吴雨森 我就觉得他 要不说他觉得他在调和 其实真的中国三国演义的版本里面 曹操比他这里边 曹操要坏得多 是是是是 是个坚冲 而且阴狠 你看他挑着演员 我先不说 你这其他的漂亮就算了 这张丰毅长这么正 对 整个一个好人 你让他做那些阴险的表情 我觉得他都做不出来 金城武呢 金城武量改啊 金城武你从来都不当他诸葛亮 从头到尾都没觉得他是诸葛亮 就觉得他是金城武 然后梁朝伟 马皆生的下 你说梁朝伟这个 我就说没法分析了 他眼睛一发光你什么都不觉得 你还还想别的呢 他反正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帅哥 这个就是以前的传统京剧 就是绝决定一切 就是这个大牌上来演谁啊 这个戏就跟着他转 你看他们这个角色本来是 不是这样的嘛 本来是周润发演的 那个本来梁朝伟是演诸葛亮的 那因为他中间一段谁不演了 什么诸如此类 后来梁朝伟他重新回来 所以梁朝伟演了周瑜 这个周瑜就盖过诸葛亮了 所以他们对我 对上了年纪 对一般懂三国的 或者喜欢三国人的最大的挑战 就是三国的戏的要害是余亮 是周瑜跟诸葛亮之间的这个 又要共同作战 两个人又是都有才能的嫉妒 后来关于死也是死在东吴啊 就是被动物的人 所以这个三国三国不是两面战争了 他现在这么一来呢 余亮没矛盾了 余亮非常兄弟情 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许变成敌人了 而且两人互相相识那种默默含情 吴宇珍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他就说他看又看后来又看三国志 他的意思呢周瑜是一好人 他也不嫉妒读不亮 是吧 所以呢 而且他就英雄本色嘛 他就我也就希望表现 比如说奥运来了嘛 中国人要团结嘛 团结就是说咱们中国人 为什么给人的印象就是 少不看什么水虎 还是老不看三国 为什么非要勾心斗角呢 我们就不能这个这个像英雄本色嘛 要不是说奥运和谐巨无霸吗 真是全都有了 团结就是力量 这就是主题 所以你既然团结就是力量 你还窝里斗 就中国的以前的很多片 被好多批评家 中国人就觉得 你老表现我们中国人的阴暗妙 就所谓东方主义嘛 就是说给外国人看我们的丑 家丑不可外扬 这且不说了 然后你看咱们以前的大片 满城镜代黄金甲那种 满城镜 你看都是一些 要不然就是乱伦 要不然就是宫廷寝亚 都而且都血腥的很 那血腥我就记得 那是叶燕吧 叶燕 就非常好 好莱坞 让你所有的人都不会觉得 又看那难受 或者是让人觉得 让某些 比如说反华失利 一看就觉得 你看他们中国人 就是这德性 这绝对不是 多阳刚啊 就长得也漂亮 又有人性 然后还仅其说话 就你这么说 香港这次故事新编 是编好了 因为我觉得 你那故事新编 它没有到那么一个城 就没有到大话西游 全部是恶稿 它只不过有一些小东西 比如插一些小五里头的笑话呀 是不是它是反三国演义 它尽量想参照回三国志的一些 有些东西啊 我觉得它参照的还是对的 比方说我们从小就知道 赵子龙是英俊小生 诸葛亮很长胡子 后来我一看史书 我知道赵子龙那时候四十多岁 诸葛亮二十多岁 可是他现在呢 把它恢复了 诸葛亮年轻的 赵子龙年纪中年了 孙权年纪也轻了 周瑜也比诸葛亮是大 周瑜也比诸葛亮 然后曹操的尖雄呢 是三国演义赋予他的 这个中国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这么一个尖雄 可是他现在用张富翼来颠覆他 对 所以他也不是说他没有所管理 而且说曹操呢 就当年见过小乔 这也是真的 但是呢 说最后是为了小乔 打这赤笔之架 我跟你说 我让我想起特洛伊 没错 我跟你说 改编史诗大片 就是费力不讨好 因为我听到美国人说 这个特洛伊在美国评价也不算好 因为这是难 但是你看我看 我宇森这个 一个我是看见一动作 就梁朝伟负伤之后 就是周瑜负伤之后 最后用了那样的一个武打动作 最后把那个剑呢 卡插在这 我一下想起 这就是从特洛伊里得到的武打的启发 那个战 那个阿卡溜斯啊 你你你注意看 他他他他有点互相启发 再有我就想到特洛伊打仗是为了个海伦吗 对 他是不是为了让西方人理解 就说我们这曹操啊感情也是一情种 没错 我就觉得我看着就有点 他把他给变成一个 梁尖纪 对 梁尖纪要说服东吴他们参加嘛 就是说 你看曹操怎么来啊 就是要你大乔小乔 对 然后那个同学就把那个曹植的那个副啊 拿起来 其实你要说这三国演义里边也有失误的 那同学台都没有呢 那时候还很多都是 你要这么挑历史的较真 都能挑出错来 对 包括那里边草神接见也不是真的 但是你要知道三国演义是明代的小说 对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基本上秉承的是三国演义 不是三国志 他在玩的 不是也挺逗 你想我看那个什么孙上香啊什么的 跟刘备介绍不成 到最后我怎么觉得 我看见有一种评论就是也跟我比较接近 就是说呃武戏呃不错 可以看 他有很多创造 比如说你知道这种盔甲战马的这种打呀 你发现他很多动作是以前咱们没见过 刚性 你像把这个长毛卡经常用这种动作是吧 等等好像八卦阵乌龟壳 反正有些创造吧 也有很多动画的 也有很多动画的 但是文戏就觉得有点问题 我也是觉得 就像你说的 对 受了好莱坞大片的影响 你看好莱坞大片会在证据当中非常注意在一些小噱头上弄点小幽默 可是咱们这个小幽默 小马娟 你闹不太清楚 你闹不太清楚是导演故意的让你幽默呢 还是说咱笑场啊 你知道吗 是还是你像好莱坞那种大片的幽默是你觉得这个角色 他就让你觉得很幽默 咱这个好像是觉得整个这个状况 两者都有 开始的时候是笑场了 就那马娟变段呢 基本上是笑场了 林子玲呢 基本上是跟广告一样 他的这个整个系列的演出跟他拍的广告是一模一样 但是等到那个赵薇那个角色出现了 就发现这个编导原来是有这个搞笑的有利 有有有有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的搞笑呢 反而大家愿意笑了 我是在现场 内地的现场看的 我发现了观众是受了网上的那个搞笑段子的影响 基本上网上有段子的那些对白啊 观众都笑 八个笑点 哎 他们都笑 这个是有心理暗示的 被什么扇扇子 我要保持冷静 然后下面的哈哈 全部笑 他们这个笑呢 也有点受这个这个网上的这个这个 然后你这我乐是哪啊 乐就是说周瑜到他们那个军营里去看那段戏 一下子让我想起啊 当年美军顾问团去了延安了 那边草邪呢 然后关公在那念论语呢 观观居修 然后那个孩子说我为什么要念书啊 念书就有饭吃了 这些我估计是不是都是香港那编剧家的 他就有点那个他们叫什么桥段 对 这词可能是一个 我太太看了 太血腥看了 看不下去 她就不看了 但她听见上面的对白啊 冲啊冲啊 给我顶住 她说八路军啊 这就我想起来早年那时候看徐克一个片子 我忘了是哪个了 就那个打的就是从房顶上都掉下来了 一边从房顶上一边往下摔 一边摔到板空中还说 哎呀轻法真准呢 真准呢 这里边就有 所以这样来说 作为娱乐效果 他真达到了 不管这个娱乐效果是他想要的 还是他没想要的 意外的都收到 对对对 可是呢 有些是意外之喜 可是呢 你知道这个片子在中国现在放哈 所有的影院 基本上其他戏都让路 其他大片都没得竞争 都在放他的戏 票价九十块 这种大片文化 我我很想就是说 你们哪天有机会找韩三平来聊聊 因为我现在发现 主要的大片啊 他都是监制 而他是中国电影 叫什么合拍片吧 合拍片中国电影 他是公司的董事长吧 那严格说 他是我们这里的官员 对不对 换句话说 这些大片呢 他的制作人 他是中国电影制作的官方 香港的名导演 跟香港跟内地的主角 这么合作形成的一个 他的资金来源是 要么来自于像 我看你们杨寿成 好像也有前头在里面成龙啊什么 但另外一部分是国内的这个 呃 有些是商人 我不知道政府在里面投资多少 所以你看这么一个合作机制 这种大片文化 我其实你们真的有时候聊聊 既然我们官方参与在里面 这么正面支持的 我就会对他 对他提出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你 我的老土吧 这个中国传统的官公 你里面那个官公 我看着实在真的是受不了 我什么都受得了 就那个官公受不了 官公还算挺像的 你觉得还像吗 官公不认识吗 你怎么种枣啊 你拜托了 那官公了 为什么 好好读书 将来有饭吃 这他就是 所以我说他是混杂嘛 他有些地方 你看他做的挺经典的 脸谱化嘛 对脸谱 挺经典的啊 这几个人物 但是他的那个搞笑的部分 就又变成无厉头 然后变成现代的 针对现代的观众 年轻的都会笑的 我觉得包括 你如果把它定位在 让现在的青年人 普及中国文化 不管怎么改编 先普及了再说 作为 我们以前讲 普及跟提高的关系吗 你要是把它作为 一个普及文化的一个使命 那这样的大片 我可以理解 如果说你还有 还有一个提高 我觉得你把这个电影 太当真了 什么使命啊 就是说 什么人看什么 年轻的人 看出来的是那些好笑的桥段 就是那些意外的地方 比如说该 本来你该很正经的地方 他突然挠你一下 你觉得挺好笑 老年人 他可能不见得觉得 这就是一个正版的 他就是看个大场面 我花了这么多钱 就看个场面 外国观众就看了一个 简化的 他们又很能进入的 又是一个所谓普世价值 他真可以差不多说普世价值 都是人性啊 人文的情怀啊 兄弟情义啊 中国人也很阳刚啊 团结啊 这都就什么他都有 就调调味 这只吴宇森 我觉得也心思也够细密的 挺不容易的 什么元素 什么调味 平衡 全家里的 但是呢 结合在一块之后 这个整个的节奏感 感人性等等 这个怎么样 他有点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平心说 平心说 你看完了这电影 离开影院 你会说它是个好片子吗 我觉得 就是很娱乐 很消遣 我觉得挺好看 除非你有钱投在里面 你在想他的票房 否则的话 你作为一个观众 你出来 我觉得哈 说实话 就咱们以前的有些大片 我是有 有时候 比如说像英雄 他把一个秦始皇 弄成了这么一个人 政治作物 你就感觉他 我可能有这种 正不正确的感觉了 你觉得他怎么 就光写了秦始皇 就成一个人 这个没有 这个还没有 他真的还没有 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上 让你觉得 很反感的地方 讨厌 我觉得至少不讨厌 或者像刚才说的 叶叶那些 就是很阴 很凶 然后有点变态 那种东西 他全没有 人家是超哈姆雷特的 超哈姆雷特 但超出那么一个味道来 我觉得就是也很成为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还真是 你说吧 有点平庸 我倒是觉得 真的是 他把什么都 你说这人物性格 哪个都不是特别到位 就是好像有点少年版似的 那种感觉 电脑版 大家都老少嫌疑 进去都看了 哈哈一乐 你要非得跟他叫这个历史的汁 你说你这个 比如说是魏国 其实应该统一大业 你说曹操可以 另外一种写法 是不是 他统一完了 大家都和平 你说三国格局 其实是很残酷的 每年都打仗的 干嘛不让他统一算了 是不是 但是一个电影 要担负这么一个 严重的这么一个 你不能拿历史 跟他较劲 但是呢 我跟你说 他也有一个很现实的 为什么你不能 结结实实 发自内心的 说出一声好来呢 因为你心目中 还是有一个好的 或者说三国的 那种期许 但是他显然不是那种东西 这个我同意 是吧 咱们去一下广告 大家都乱了就完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而有些啊 是可以争议的 是可以讨论的 比如说对于 所谓的一个文系啊 比如说那个 用这个老虎 摄老虎 那个过程 表现他的一个决策 决定的一个过程 包括这个 说这个曲有物 周郎固嘛 就是历史传说 说周郎固曲 就旁边人弹琴呢 有个成语嘛 你弹错了一个音 他也不指出 他会看你一眼 这就叫有名的 周郎固曲 表明很懂音律 他弄那个 帮小孩挖笛子 是吧 像这种呢 好的你可以说 他想借景借物来寓意 对吧 可是你比如说 我个人就觉得呢 有点固弄玄虚 就是就是有点 那么个小题大做 云山雾罩 就是弄那么一个 这是一定是 特别有必要的吗 他跟你整个的 这个剧情的 这个这个整个线索 节奏线 是吧 就是老农民 脱衣水牛吧 对不对 他还贯彻一下 不拿群众一阵一线 我当时就在想 延安精神开出来了 他要那段 要继续拍下去 要写实一点 回头一镜头啊 很多老百姓 都在那里逃水牛了 没错 你看咱中国导演 反而开不出 延安精神 还有那个老虎吧 我一路就在想周振龙 没错 华南虎嘛 我上天出来 我想 那时候有华南虎 不奇怪 这个华南虎嘛 所以他这些简介 我们现在 不过这也是实在缩影 他这个信息 在通过这个网络以后 这个定制的太厉害 定制太厉害 对了 所以这个吴宇森 陈汉他们这个 真的很难做 很难做 我觉得 你说你比如 那么多的情节 你取哪个不取哪个 你说像这个 原来就评论诸葛亮 说是怎么 他说的 是鲁迅说的 叫什么多智进妖 还是怎么 就说他有妖气 这个人 像个江湖术似似的 像那个戒东风 那个你要一拍 我觉得在吴宇森 这考虑里边 就属于不好了 他就弄的 比如说 大冬天 他能让他 披头散发 上一个七星谈 嘴里边念念有词 就改东南风了 你觉得这就 好像装神弄鬼的 感觉就是 有点负面的 那个东西 我觉得他就 当然没看下集了 就是说 我这类的东西 他都会给舍掉 他不走极端 都调和 调和到最后 你又会觉得有一点 反正你能感觉到 不是 但我们不必去太远 他的手教 他并不是对诸葛亮 对文学 有什么独特的理解 他就是因为 这两个演员摆不平 排了这个角色 他今天要倒过来 梁朝伟演诸葛亮 这金城武演 周瑜的话 戏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这也是依据历史的 就是好像 我不确定了 好像说这个 赤壁起主要作用的 事实上是周瑜 是周瑜 但是在我们 变成我们的 文学经典这里面 因为他们的合作 是不均等的 刘备是拜军 才两万人 孙吴有二十万 他们要能够合作 诸葛亮在这里面 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周瑜 起很大作用的话 那个诸葛亮那边 就可以 后来再问一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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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